沙尼縣 隨著全球旅遊復甦 日本著名景點富士山 吸引了大批遊客到訪 山梨縣計劃在今年下季 開始向登山遊客徵收通行費 同時加設登山人數上限 富士山現在一共有4條 公頂登山報道 其中吉田口登山道 在去年有大約14萬人使用 為了解決登山道人滿為患的問題 據日本傳媒報道 山梨縣計劃在富士山吉田口登山道 五合目架設閘門 並且向每名遊客徵收2,000日元 當局亦計劃每日最多開放4,000名遊客登山 如果超出上限 當局將會關閘 同時亦會在每日下午4點至2日 凌晨3點期間落閘 防止有人晚上登山 至於收取的通行費 將會用作設置火山噴發避難所等等設備之用 有關方案預計最快會在今年7月實施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